正常人的這個血管30歲之後 就是開始慢慢的這個老化 多多少少血管壁上的形狀人件 簡稱講就叫周狀動脈音化 另外最可怕的就是說 它這個周狀斑塊 在血管壁上的周狀斑塊 它突然的破裂 斑塊破裂之後 就會誘發血液中的血小盤突然臨機 那有可能一瞬間就把這個血流堵住了 像在腦部的血管發生這個情況的話 就叫腦梗塞 那就是傳統的這種梗塞型的腦中風 那如果在心臟的 冠狀動脈發生這個情況的話 那我們就叫做心肌梗塞 血管慢慢變硬 其實在前面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時間 反身病變之前 其實病人常常是沒有症狀的 那這個也大概呼應就是 我們在臨床上就是叫做無形的殺手 就是說血壓高可能你也沒有症狀 那血脂肪高呢 你可能也沒有症狀 那血糖高你不控制 控制不好 它大概你也覺得無所謂 大概也沒有什麼症狀 所以說我們說這個 血壓三高是無形的殺手 那還有包括抽菸 可能抽了10年20年 你也都沒有症狀 那一直到這個血管狹窄的程度呢 比較嚴重的時候 通常要超過70% 它是在中藥的血管 病人才有可能 就是會有一些 臨床的症狀出現 身體就只有兩個器官 突然發生事件會突然要命 就是心臟跟腦 那心臟的疾病 突然的心臟猝死呢 其實大部分就在五六十歲 那腦大概是六七十歲 動脈硬化一發作就是中風 就是心肌梗塞 那它在中風心肌梗塞之前呢 可能 還是可以很正常的做很多事情 覺得自己好像是沒有問題 這就是血管疾病可怕的地方 因為它常常沒有症狀 或者是有症狀也很輕微 很容易被你忽略 好像只是太累啊 比較容易轉啊 或者有點悶悶的 症狀也不嚴重 可能一下就好了 運氣不好的可能就直接修課了心跳停止 就是我們叫做OCA 就是院外心跳停止的病人送來醫院 那就是一個大範圍的心理 可能會導致心臟咒死 三高 抽過煙就算了 還有家族時 有這些心臟疾患疾病的病人呢 如果你有鼻子以下 肚臍上的不舒服 其實應該還是要小心 那年紀又知道中年之後 男生超過四十五歲 女生超過五十五歲 要特別警覺 那就要照心臟科醫師評估 即使就是心臟缺氧的這個症狀 病人就是 他就是喉嚨緊緊的 但是他因為可能有健檢的疾患 有發現一些異常 譬如說心電毒的訊號有些異常 然後他就喉嚨緊緊的 然後結果來檢查呢 才發現心臟缺氧非常嚴重 那有些病人是做了健檢 電腦斷層 才發現我這個心臟其實缺氧蠻厲害的 平常就覺得喉嚨緊緊的 結果這個照了這個血管毒得很厲害 那我們把這個血管用這個心導管的技術 就是用支架幫他打通之後 那這個喉嚨緊緊的情況就消失了 另外還有遇過這個臨床的病人 就是他是下巴痠痠的 他還跑去看這個牙醫 牙齒怎麼看好像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後來發現也是這個心臟的血管毒塞 還遇過這個臨床上覺得像胃痛 然後就有點反胃不舒服 然後放腹痛 其實這個病人就已經痛了大概一兩天了 其實是心肌梗胎 然後他還跑去 然後腸胃科醫師後來有些病人就是還做了胃疾 然後還有遇過病人在急診室以為是胃痛 然後做胃疾做到一半就心肌梗塞 發作這個心臟就停掉 所以說有時候診斷真的蠻困難的 你可能會以為是這個其他器官的問題 另外還有蠻有趣的病人就是他高慌痛 他就是痛了十年的這個高慌痛 心臟的神經其實也可能傳達到後面去 那本身也是三高跟抽煙的病人 然後他後來呢經過這個心導管治療之後 他這個十年的高慌痛就不要而喻了 這個是遇過蠻特別的例子啦 那健保幾部的檢查項目很多 包括基本的心電圖心臟的超音波 那我們可以做運動的心電圖 做壓力測試看看你心肌有沒有缺氧 關節不好的人可以做心臟的核子醫學掃描 看看你缺氧的面積 我們可以把這個心臟缺氧的風險 做初步的檢查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類成低風險中風險或高風險 那這是健保的檢查 它是比較趨向這個功能性的 就是看核子醫學心臟掃描的缺氧面積 跟跑步機的運動心電圖是不是有缺氧 那我們可以幫病人做平常的風險分類 你分類起來是低風險或是中風險的病人 症狀不是那麼頻繁 有缺氧的話呢 理論上就應該用上保護血管 降低心臟缺氧的這個藥物 如果是高風險的病人 比如說你做起來運動心電圖 缺氧的分數已經超過-13分以上 已經是重度缺氧 心肌掃描的缺氧面積已經超過10% 已經是重度缺氧 即使你症狀不明顯也應該接受比較心臟性的確定 心導管的檢查 就是它是一個微狀的技術 就是打針的技術 10分鐘從你的腦動脈手部的動脈打針 就可以確定你血管是不是有厲害的毒塞 因為檢查起來這些非心臟性的檢查呢 跑步運動心電圖或是心臟掃描呢 它的準確率大概就是七八成 你只有做心導管呢 才能夠百分之確定呢 血管是不是有嚴重的這個下載 如果你是重度的缺氧 那如果檢查起來是沒有缺氧 或是中度或是低度的缺氧 那我們可以臨床再做追蹤啊 中度低度的缺氧 我們可以先給你藥物的治療 再觀察看看呢 對藥物的反應 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安排這些所謂的壓力測試 就是包括運動心電圖跟核子醫學的心臟掃描 看看你的缺氧是不是有在變嚴重 高風險的病人呢 他必須要有充分的這個自我病逝感 然後能夠跟醫師配合 然後好好的不用藥物呢 控制這個三高 然後戒嚴 那在家一定要做這個血壓的測量 血壓就是要控制要一定要達標 血壓控制不達標 這個血管就會加速退化 那五十歲的血管可能像七十歲 最後心肌梗塞中風就會早上門 那就算沒有心肌梗塞沒有中風 心臟缺血之後呢 心肌缺氧之後也會導致缺氧型的心衰節 六十歲的心臟像九十歲 你的活動力很差 那心衰節就有可能心力不增也會促死 保護心血管的健康飲食 第一個原則就是盡量少吃這個加工食品 那所謂的加工食品就是說 你看不到食物的原型 例如說罐頭啊 或是洋芋片啊 泡麵這些都是加工食品 醃漬類的食物啊 這些都是高油高鹽 這些其實對血管的傷害是很大的 因為他吃了之後血壓會增高 容易堆積脂肪斑 然後有一些過氧化物會傷害這個食環內膜 通常建議病人吃的這個食物呢 就是要盡量吃食物的原型 剛拔下來的青菜 新鮮的魚或是肉 那至於健康食品的話當然就是 要根據你的藥物去做這個決定 你目前是不是心臟有放肢價已經在吃 兩種抗血小板藥物 還是在吃一種抗血小板藥物 那市面上很多健康食品 就是說不能吃 因為有些健康食品 譬如說像魚油啊 納豆啊 橫曲啊 質量的攝取可能是會有一點幫助 但是要考慮 你目前在使用的這個藥物呢 是不是會有一些藥物作用 那尤其是中藥部分 有些會有活血的成分 如果你已經在使用兩種抗血小板藥物 有可能會增加突血的這個風險 所以說健康食品的部分 可能還是要跟你的這個 淨床的醫師去做這個討論 對 阿斯皮靈就是我們最 最常用的一個血管保護的藥物 因為它就是一個抗血小板藥物 可以降低血小板藥物 可以降低血小板藥物的功能 對 常常有一些山高的病人 就是它血管已經有周狀斑塊了 那它的內膜不是那麼穩定 那內膜變得粗糙 不是那麼穩定 斑塊快破裂的時候 就會刺激血小板凝突然凝幾 那在腦部可能就是中風 在心臟就是心肌肝癌 那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醫師評估你 常常是山高的病人 或者是糖尿病 它還沒有產生血管事件 但是我們要做的就是 初期預防 就是要死阿斯皮靈 那另外已經產生血管疾病了 就是說我已經中過風了 我已經心臟放肢架了 我心肌肝癌過了 我已經有缺血性腥衰竭了 那這時候呢 你的血管病已經不好了 那叫刺激預防 就是避免再發生器官功能 因為血管毒塞又變得更長 那這時候叫刺激預防 也要吃阿斯皮靈 胃不好的 常常是有喝酒的 你可能就要戒酒 阿斯皮靈 最大的一個副作用就是 會產生這個腸胃道的潰瘍 消化道會潰瘍 或是舌質腸潰瘍 導致這個出血 其實也不用太過緊張 因為目前對這種 消化道出血的治療技術 非常進步 那也有很好的藥物 如果你有這類的病史的話呢 通常我們就是開例的時候 在同時可以 BPI這個胃藥去做預防 他不能病人就可以 不會有這個副作用產生 就是腸胃道出血的不錯 現在胃瘍的技術 也可以快速的處理得非常穩定 包括有些大腸是氣勢發炎 他吃的阿斯皮靈 比較容易出血 等等之類的 我們叫消化道的出血 胃潰瘍 熱脂腸 腸脂的氣勢 氣勢脂肌肉發炎這些 那經過胃瘍的技術處理之後呢 大部分病人 還是可以耐受阿斯皮靈的使用 然後再加個胃藥 都是可以耐受的非常好 抗血小板的藥物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 皮膚會有一點點 比較容易液青 比如說稍微摩擦到 或是稍微噴擦 就會有一點液青 這其實是正常的現象 只要這個液青的範圍 沒有再持續的擴大 通常遇到這個情況的話 醫師會檢驗你的 血小板的樹木 淋血的功能 如果都還是正常的話 其實這樣的液青 大部分是沒有關係的 也不一定要去中止 或是用替代的藥物去進行換 還有一些臨床上 我會遇到就是牙癮 會比較容易流血 那如果說只要是流血症狀 不是持續 那你可能要找牙醫看一看 你的牙齦是不是有發炎 本身發炎就會更容易有流血 這個情況 那大部分這些輕微的初血 是離床觀察 就可以 是比較不用特別的處理 那早處 早處的病人 或者疫情真的太嚴重了 或是這個牙齦流血太厲害的話 其實我們就 會考慮做更換藥物的治療這樣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中過風 已經有心肌梗塞 放過之下了 有血血性的出發炎 那當然這類的藥物也是 就是要終身服用 那如果你本身已經有疾病了 而且你是高風險的病人呢 其實應該是要吃正規的藥物為主 那輔助的藥物呢 其實還是要請教過你 專門照顧你的心血管的 尤其是心臟疾病的醫生 去幫你做這個建議 那臨床上遇過 有些病人他已經放支架了 又吃了兩種抗血小滿藥物 他已經心肌梗塞過了 但是他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花點錢啊 去買一些對身體有幫助的健康食品 是不是能夠更加強 他可能去吃了這些有活血的成分 遇過這個中藥的 就是活血的中藥 那或者是遇過這個活血的淋加油之類的 會產生這個活血效果的健康食品 那結果一吃之後呢 他本來吃了心臟藥物 其實半年一年也都沒有出血 那可能一吃了這些活血的藥物 加上我們正規的藥物 這時候真的活血太狠了 經常上產生一些出血的症狀 最常見就是消耗到出血 或是泌尿到結尺的出血 經常上常見比較不好的案例 這類的病人會開立這些抗血病 就是第一個他是高風險的病人 做出血的醫療 第二個他已經產生心血管疾病 有中窩瘋的 心臟有放過滋膠 或是有一些缺血性腥瘋癌症狀出現 這類的病人通常一吃就是 通常就是要終身服用 就是來減少血管退化的速度 然後減少心臟血管事件 在發生的這個機率 通常第一個規則服藥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當然 剛剛提到一些健康食品是不能隨便吃 如果要吃的話呢 就是有活血成分的話 要小心要減少過你的這個去吃 第二個部分就是止痛藥也不能亂吃 因為有些他本身這些 阿滋病抗血的藥物就是會 所以比較有可能會產生潰瘋出血這些情況 那如果說你來吃這個 NZ類的這個止痛藥 很有可能就是會造成這個 你會到的出血的機率會大增 所以說止痛藥的選擇 可能要你的其他替代類的止痛藥 不要吃這些就是 非類部品性的這個 會腎症胃的這個止痛藥 是比較不推薦的 大致上吃這些抗血量的藥病人 如果都可以在抑制的指示下 不用的話呢 不要隨便吃這個健康食品 然後避免一些 剛腎症胃的這個止痛藥的話呢 大部分瘋狀上產生出血的事件 其實並不嚴重這樣子